2018年8月,四川的夏东海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他梦到自己的儿子夏启航,一丝不挂地被关在一个破旧的房间里,全身都是伤痕,夏东海被这个梦吓醒了,因为半个月之前,他的儿子离奇失踪后一直都下落不明,如今这个梦让夏东海不禁怀疑是不是儿子给自己托梦,夏东海和妻子王玲说了自己的梦,两夫妻眼看儿子一直都没线索,打算跟着梦里面的画面去找, 很快两人就找到了邻居徐敏霞的家里,他是最后一个见过孩子的人,结果真的让夏东海夫妇在这里发现了儿子 两人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,儿子夏启航真的像夏东海梦境中的那样吗?现实中真的会有托梦吗?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,夏东海和王玲平时都在外打工,所以儿子夏启航平时都交由姥姥段大妈照顾,下班了就去段大妈家, 把孩子接回来,2018年8月2日那天,段大妈由于要打扫房子,于是就让自己的大孙女小小带夏启航出去玩,结果就出事了,当时两个孩子说要去徐敏霞家的院子玩耍,结果小小在下午5点半的时候想起,答应了家里6点前回去吃饭, 然后小小就让夏启航自己一个人回家,两人就这样分开了,到了6点半的时候,夏东海也下班了,可是怎么都见不到儿子的身影,夏东海一个个房间的找,可是一直都找不到, 他询问王玲知不知道孩子去哪了,当时王玲正在做饭,他告诉夏东海小小带着孩子出去玩了,这个点应该差不多就回来了,于是王玲就打算出去找一下孩子,结果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, 王玲以为孩子是跟着小小回家了,然后就去到小姑家询问,眼看孩子不在这里,王玲的心瞬间凉了半截,他询问小小带着夏启航去哪了, 小小说自己送了夏启航回家,当时就在离家门口只有一条街的时候分开的,夏东海逐个逐个的通知自己的亲戚,请求大家一起出去帮忙寻找自己两岁的儿子夏启航, 然而众人将村子翻了个底朝天,偏偏就是没能够找到儿子的身影, 无奈之下夏东海来到了派出所报案,希望警方能够提供一些帮助, 但是警方在听完夏东海的描述之后,认为种种线索都没有指向孩子被绑架或者拐卖, 而且距离失踪时间才过去几个小时,还够不上失踪的条件, 警方安慰夏东海先不要过于担心,回家等一下,或许是去了哪个邻居家完没回家, 听完之后夏东海也只能先回去,可是一直到深夜, 夏东海都没有收到关于孩子的任何消息,坐立不安的他时不时打电话四处询问, 依旧是没有任何线索,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天, 夏东海和妻子王灵的内心备受煎熬, 他们还尝试着在网上公布孩子的信息, 希望有好心人能够提供帮助,很快民警也开始进行调查, 警方通过村子里的监控,发现孩子并没有离开过村子, 而且村子也没有其他陌生人进来, 这就说明孩子一直在村子里面,只是不知道藏在村子的哪个地方, 但是孩子已经失踪超过十天了, 却依旧没看到一丝线索, 夏东海一家人内心十分着急, 每天都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。 到了第十五天的时候, 夏东海由于身体十分疲劳, 早早地就睡下了, 睡着睡着他做了一个梦, 梦里夏启航被一个叫做徐敏霞的邻居关进了小黑屋, 而且身上什么都没穿,到处都是被虐打的伤痕, 夏启航在小黑屋里面嚎啕大哭, 哭声让睡梦中的夏东海心都咬碎了, 于是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过来, 他赶紧告诉旁边的王灵, 我梦见儿子了, 他托梦给我了。 随后, 夏东海就向妻子描述着梦里的场景, 认为那所小黑屋就是徐敏霞老房子的破旧柴房。 王灵其实在得知监控的内容之后, 就开始怀疑是徐敏霞将孩子藏起来,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, 所以就没有再往这里考虑。 现在夏东海又梦到这样的场景, 夫妻二人一致认为是孩子在向他们托梦, 诉说着自己现在的情况。 在夏东海看来, 这个儿子就是自己的心头肉, 和自己有心灵上的感应也是正常的。 早在2017年7月时, 夏启航就成为了家里的新成员, 夏东海为此还大摆延席, 请来了所有的父老乡亲和亲朋好友一起庆祝, 到儿子八个月大的时候。 他就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妈妈, 不到一岁就学会了走路, 孩子的脸圆圆的, 长相十分可爱, 是村子里人见人爱的小宝贝。 夏东海对于这样一块小心肝自然是疼得不行, 工作也变得更加卖力, 为的是给孩子更好的生活。 此前夏东海是一个装修公司的员工, 不仅自利老, 而且能力十分出众, 就在孩子出生之后的一个星期, 他就被老板提拔为了主管, 夏东海认为这是孩子带来的好运, 于是开始更加认真的工作, 一回到家就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玩耍, 没想到一次疏忽, 孩子就不见了。 从小小的口中得知, 他们当时是去了徐敏霞家玩, 这时王陵就已经开始怀疑与徐敏霞有关了, 夏东海认为自己和孩子心灵相通, 所以和妻子一样认为徐敏霞的嫌疑最大, 那么为何夫妻二人会如此肯定是徐敏霞? 难道真的和托梦有关? 段大妈对于孩子失踪一事感到十分惊讶, 因为她看到小小的时候还多问了一句, 得知夏启航已经自己回家的时候就没太在意, 因为距离确实很近, 得知夏启航失踪之后, 段大妈和王陵一起四处寻找孩子的身影, 结果一无所获, 王陵想到了四十多岁的邻居徐敏霞, 这个人不是什么善男戏女, 近些年没少和段大妈产生矛盾, 王陵担心徐敏霞绑架了夏启航, 为了找到真相他不惜低声下气地向徐敏霞求助, 说不定能够问到有关于孩子的线索, 徐敏霞的反应却让他十分惊讶, 看到王陵找上门, 徐敏霞表现得十分平静, 要知道平时就这样找他, 必然不会给好脸色。 得知王陵是来找孩子之后, 徐敏霞直接甩了一句, 真是怪了, 你家孩子走丢了是你们自己的事情, 怎么还赖到我头上了? 随后徐敏霞的态度又缓和了不少, 客套几句之后就让王陵进房子寻找, 然而他在徐敏霞家中找遍了每一个角落, 愣是没看到和儿子有关的线索, 无奈之下, 王陵只能先离开徐敏霞的房子, 但是王陵觉得徐敏霞今天的态度十分不正常, 徐敏霞的性格十分泼辣, 如果无缘无故去他家翻找一通, 定然少不了一顿谩骂。 可是今天却出人意料的平静, 但是确实没在房子里找到任何线索, 夫妻二人只能继续分头寻找, 在这两个小时里面, 夫妻二人幻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, 王陵不明白一个两岁大的孩子能够跑去哪里, 肯定是有人将他带走了, 越来越多的村民得知此事之后, 也加入到了队伍当中, 大家在路边, 树林, 山上到处寻找, 结果别说找不到孩子, 甚至连任何可疑的线索都没有, 可即便如此, 夏东海和王陵却一直觉得孩子就在附近, 回想起刚刚徐敏霞的态度。 王陵的内心还是有些放不下, 于是他和段大妈一起再次来到徐敏霞的家里, 打算再仔细地找一找, 不成想这次徐家人的态度竟然十分热情, 徐敏霞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, 完全没有了此前的泼辣, 可是王陵依旧没有在这里看到孩子的身影, 他走到了一间破柴房前面, 试图呼唤夏启航的名字, 因为只要孩子听到他的叫声, 就会立刻给出回应, 只可惜现实是残酷的,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, 夫妻二人的心里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, 他们甚至希望孩子被人拐走了, 这样至少能够确保他还活着, 半个月之后, 夏东海的一个噩梦让夫妻二人坚定了自己的想法, 在他们看来, 徐敏霞就是最有可能作案的犯罪嫌疑人, 首先, 徐敏霞是除了小小外最后一个见过夏启航的人, 其次徐家一直都与夏东海家有矛盾, 两家人更是多次发生冲突, 而徐敏霞之所以会对夏东海家如此仇视, 是因为夏东海夫妇这些年赚到了钱, 不仅给家里盖了新房还买了小车, 这样的条件自然引来了不少人的嫉妒, 徐敏霞也是眼红夏东海一家挣到钱, 之后他就找各种原因来夏家借钱,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, 王陵不同意将钱借给徐敏霞, 在此之后, 徐敏霞就一直对夏家恨之入骨, 平日里经常与他们过不去, 但是万事都要讲证据, 即便徐敏霞的嫌疑最大, 但是两次去他家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, 后来警方也去过一次同样一无所获, 可是夏东海相信孩子的托梦, 他坚持要再去看一次, 于是两人就立刻下楼直接赶往徐敏霞家, 刚走到门口两人就听到徐敏霞又在和其他人吵架, 一个村民丢了一只鸡怀疑是他偷的, 结果徐敏霞立刻就和对方吵了起来, 极度愤怒的徐敏霞说出了一句令夫妻二人震惊的话, 他咒骂对方的孩子, 他之后会像夏启航一样死掉, 如果是一般咒骂的话出现在徐敏霞的嘴里, 那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, 他即便是不小心踢到脚了也要问候石头的祖宗十八代, 但是这一次的话却让王林感到十分惊悚, 为何徐敏霞会说夏启航已经死了? 难道他会知道一些内情, 王林也来不及犹豫了, 他拉上下东海一起来到徐敏霞的门口, 不管对方如何阻拦, 坚持闯了进去, 终于他们在一个小黑屋里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孩子, 但是孩子却再也见不到亲爱的父母了, 夏东海夫妇在房子里看到了什么, 夏东海夫妇先是在徐敏霞家中找了一通, 和之前两次一样, 还是没什么线索, 徐敏霞也开始有一些不耐烦了, 找到了吗? 我家有你们家孩子吗? 我看你俩是有病, 但是两夫妻还是很不甘心, 他们再次靠近徐敏霞家一座破旧的柴房, 就在他们想靠近的时候, 离得很远都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, 显然就是肉腐烂掉的味道, 夏东海用力踢开房门, 映入眼帘的就是儿子的尸体, 而且现场的画面十分恐怖, 满地都是湿水, 尸体上已经爬满了各种蚊虫, 腐烂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, 王陵被眼前的画面吓坏了, 瞬间就哭成了一个泪人, 其他人听到屋内的情况之后纷纷赶了过来, 不久之后警察也来到了现场, 进行一番处理之后, 立刻就将目标锁定在了徐敏霞, 当时他还打算逃跑, 不过警方不会给他这个机会, 在警察的审讯下, 徐敏霞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, 而他杀人的原因, 竟然只是因为妒忌夏东海一家赚到了钱, 就在孩子被发现前几天, 徐敏霞的丈夫就曾经试图掩盖妻子的行为, 王陵当时对他各种讨好, 希望他能够将孩子放出来, 如果徐敏霞想要钱, 或者其他什么都可以。 毕竟大人之间的恩怨不应该发泄在孩子身上, 可是徐敏霞的丈夫并没有答应, 他表示自己没见到过孩子, 而且两家人住得那么近, 怎么可能会对一个两岁的孩子下手,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显然就是一个借口, 联想到了最近徐敏霞的态度以及各种线索, 王陵的心中十分不解, 他不明白为何妒忌心会导致如此可怕的后果, 就连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, 就在徐敏霞落网之后不久, 他的儿子也来到了夏东海家中道歉, 表示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母亲的行为。 因为这几天, 徐敏霞的表现十分淡定, 而且平时还会和他们聊起一些家常事, 完全不像是刚刚杀完人, 至于为何会对夏起航痛下杀手, 他也解释不清楚, 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的, 最终徐敏霞也接受了法律的制裁, 除了徐敏霞的泯灭人性以外, 很多人都对夏东海的梦深信不疑, 认为这就是孩子死后给父亲托梦, 夏东海也认为正是孩子给自己托梦, 这才找到了真正的凶手,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, 事实上托梦并非是什么迷信的说法。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,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表现, 因为人平时会将一些主观想法放在大脑深处, 当人处于极度放松的状态时, 就会表现出来, 因为人睡觉的时候, 意识会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, 但是大脑却不会因此而休息, 在大脑不断运动的情况下, 人就会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潜意识通过梦境的方式表达出来, 这是大脑的一种自我调节, 用梦境的方式来释放内心的压力, 夏东海的内心一直怀疑是徐敏霞, 同时又担心孩子失踪后会遭遇不测, 于是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画面出现在梦中。 因此, 并不是夏启航死后向夏东海托梦, 而是他接连几天的各种怀疑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形成, 但是现实中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撑, 所以就一直没有表达出来, 当他睡着了之后, 这些潜意识就组成了画面, 这才有了所谓的托梦现象, 徐敏霞的行为就是纯粹的作恶, 最终落得如此结局也是罪有应得, 只是可怜的夏启航永远都回不来了, 孩子的托梦可以证明夏东海的猜想是没错的, 不过在他看来, 这是自己和孩子的心灵相通, 或许这样能够缓解他内心的痛苦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 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